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长庚医院经历节诊医师出走,一滥用子宫镜等事件后,又爆出副院长让妙传插对优先看病,形象大伤,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被爆料外及医师来台观摩学习,并未持有台湾医师执照,却可替患者开刀,甚至在手术过程中擅自拍照打卡分享,侵犯病人隐私。 院方今日发出声明澄清,外籍医师并无实际医疗行为。 一名网友在PTT上带朋友发文指出,长庚诊心外科扬明国际,很多外籍医师慕名前来,但许多内幕违反医师法或者有走在法律边缘,外籍医师没有台湾医师执照,在台应该无法独自开刀,只能观摩学习, 但大教授的病患可能根本就是接受了这些密医的治疗,难怪处并发症需要半夜紧急开刀处理的比率居高不下,有老师教,有病人给你练习开刀,不用负责任,还有钱可以赚,何乐而不为。 该文指出,这样的密医行为没被制止,还让外籍医师们打卡到处宣传,拿病人当白老鼠,这样对吗? 对此,长庚医院今日发出声明强调,该文所指灵口长庚医院整心外科外籍医师执行手术治疗医师,经查词两名医师来自加拿大与哥伦比亚,分别为该国整心外科专科医师及总医师,来愿申请乳房重建手术与整心显微手术教学训练,其中一位医师在乳房重建手术教学。 过程中,未取得其训练证明而自行照相并无实际医疗行为,另一位查无具体执行医疗行为试证,但为避免有类似行为以重申相关作业规定。 另有文章指出急诊病患手指断了却只有住院医师开刀。 长庚医院已恢复该名整心外科主治医师于今年11月13日参加新北市金山马拉松接力赛。 跑完4,7公里后返回医院而病患因左脚大拇指撕裂伤至该院急诊就医经急诊外伤科医师检视后照会整心外科值班就院医师。 该名就院医师于10点30分接获照会及承报。 当日已返院的整心外科主治医师由于该伤口病况为零,一公分的指甲撕裂伤该住院医师已完。 呈相关手术训练在报告主治医师及经病人同意下急于结诊治疗室进行指甲床修复缝合治疗时间约15分钟。 该名病患缝合后即反加整体伤口复原状况良好并未影响病患权益。